QQ音乐 听我想听的歌 大家好 我是华盛 很好 挺矛盾 感觉一边顶着压力 但是一边又在想 叶炳环是 就是他很可爱 然后他又 唱歌的时候又很有张力 然后整个的情感 所有东西都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马路 马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选手 就是他的音乐也很有想法 感觉会融入到很多自己想法 在音乐里面 所以我很喜欢有想法的人 每个人都有每日的长处 花花它是一个创造力很丰富的 那当然每一位都是我很喜欢的 那当然本来就是我们之前杨坤啊 花花还有小哥 就是我们去年已经 对我们就是一个天籁组合的 那今年我觉得他们都有就是不同的发挥 又到另外一个层次 最喜欢的一定是费叔叔 对 对 对 因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 他能把所有的音乐都唱成他的感觉 甚至不需要去改编这样 就是编曲也不需要改编 就能直接唱成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版本 他太独特了 太独有 太稀有了 真的 就是这么稀有的人 应该把他当宝一样 放在手心里捧的那种 刚刚也提到特别喜欢费叔叔 然后节目当中还有坤哥和姐哥 那有没有想过跟他们三位有一些未来的合作呢 有 我 我 坤哥合作了一首歌 对 他的新专级 对 他的新专级挂彩这首歌 对对 这首歌是怎么样一个奇迹合作的吗 我听了这个歌的时候 就是他有一段终于有一段间奏 是一个那个一个吉他一个solo 然后那个solo很长 然后我都觉得嗯 然后他问我怎么样 我说如果这个里面要是有一些 东西会有很好 然后他说他也他也他也是在讲 他就他 坤哥觉得他说他这个地方好像缺了点 嗯 那我说那这里会不会给我加个说唱片啊 会也会很好听 然后我就当时当场我就有给他示范了一下 就是就是唱了一半 对 我就跟着这个东西唱就跟着这个奸奏唱了一半 唱一半之后坤哥就觉得哎很好听 很好听 然后然后我们就决定合作 我最近在做我的我的新专辑 嗯 那已经都录得差不多了 那所以就嗯 今年前阵子我已经要邀请了花花来帮我 就唱了一首歌 我这个歌我其实在我不认识开人姐之前我就已经写好了 但我当时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一直不去发他 不去发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歌 我当时写完他我这个我这个demo 我就名字存的都是莫文蔚 啊真的因为我量身定做的感觉 就是就是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其实并没有专门去为他量身定做 我也并没有在写这首歌想象中他唱 而是我写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歌我很喜欢然后但是我又唱不了 我脑袋里面过了一遍我听过的所有的歌手的声音 过了一遍之后我觉得嗯好像莫文蔚的声音是最适合这首歌的 所以我就起了名字莫文蔚 过了将近一年之后我录天来之战 然后有心认识开人姐 所以其实也是通过天来和开人姐熟悉起来 对 对这个歌的印象不是太深当时拿了这首歌的时候 所以我就光看他的歌名然后我想啊 我听到你那句话了 对我就心里在想我好像我也没有虽然不帅但也没有很丑啊 然后然后我就在想唱个歌会不会很很奇怪 嗯会不会让人笑脱了 我很怕唱个歌会让观众跳戏很可怕 嗯嗯 后来我就想想办法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解决这个丑的问题 然后我首先自己你一定要内心觉得自己非常的丑 嗯就是很很自卑的一个人一定要从内心深刻的感知到自己是个自卑的人 然后我就把自己全身幻想成那个啊 巴黎圣母院里面的敲钟人卡斯莫中 中楼怪人 对中楼怪人对对 然后呃再设计了个面具 嗯一开始这个面具是自己选的呢还是还是就是说后期就是工作人员帮你准备的 歌剧面影里面的那个面具 后来他们有准备了好几个颜色 然后给我看图片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我说对对就是这个然后就选 啊呃今天现场能不能帮我们演绎一下这首歌 请唱几句啊好啊 我很哎起低了 我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 我很丑 可是我有音乐喝啤酒 一点呢呢呢呢呢 走 选择自己的挑战者的时候总是问对方爱不爱吃啊 这究竟是什么一个花式逻辑 呃因为其实有时候人一多啊 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 就是有呃感觉就是嗯好像都差不多都是专业歌手 然后感觉好像每个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那我就当我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我就只想选一个 至至同道合的 对兴趣爱好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我会跟他在对抗的时候我会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